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新品早知道 我是产品部Alita 今天给我搭档的新品体验官是上海分公司市场部的珊珊 大家好,听说今天要体验一下11月即将上市的草本护发系列 我就迫不及待的报名参加了 因为我知道珊珊是一个护发达人 看来大家对爱多美的款款产品都是非常的期待万分的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去介绍一下我们的爱多美草本洗护发系列以及沐浴乳 那说到头发的保养 从古至今的人们都在追求乌黑亮丽的头发质量 还有顺滑光泽的质感等等等等 对,我平时就是一个对头发的保养特别在意的人 每年对头发的染汤次数都会严格的限定一年一次 哇,真的很严格 而且我也不染发 每次沐浴的时候 洗护头发也是占据了最大的时间 头发保养真的是太重要了 所以今天找你来真的是做我们的新品体验官就对了 看来珊珊保养头发跟保养肌肤一样 因为我太了解她了,非常的认真 那珊珊我问你一个问题 当你听到草本洗护发系列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听到草本这两个字的时候呢 我第一反应就是被草本这两个字给吸引吧 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科技特别的发达 生活和工作的节奏呢都非常非常的快 大家反而对于清静自然的渴望就愈加的强烈 对,没错 所以我们的草本护理可以追溯为千年的这种传统护理理念 现在呢跟上全新的科技和技术的组合 让植物的力量发护出它更大的价值 让我们的护理也变得更大的安心和有效 我们现在桌子上的这一套呢 大家看到的产品就是草本护理的全系列 它被分成两组 一个是我们的草本护发系列 一个是沐浴乳系列 哇,洗护发系列有三个系列的产品 完全满足了我对日常护发的一个要求 嗯,没错 洗护发系列呢呵护的非常的周到 有三款产品 我们分别来介绍它 分别是洗发露,护发素,以及发膜 已经是非常全面了 能满足我们自己在家 做一个全面的护理头发的一个要求了 嗯,我平时对头发的护理呢 要求还是蛮高的 嗯,看得出来 对,我两到三天才会洗一次头发 然后头发呢一般都吹至半干 不会吹至全干 因为头发的质量好坏呢 从另外一个层面也反映出了我们的健康状况 但是为了美啊 现在大家平时染汤的次数还是蛮多的 大部分的人呢每年可能都会有一到两次的一个染汤 有的人呢甚至会更多 嗯,所以说起头发来 那个深深真是泡泡不绝 因为头发在没有外在损伤之外呢 因为我们的健康的状态啊 还有紫外线啊 生活啊,学习压力啊,年龄啊等等 本身它就会走一个下坡路 头发会变得毛糙 一断裂,一分叉,还有一脱落等等 太可怕了,想想就很可怕 再加上你刚才说的 为了美,我们会烫啊,染啊 对头发做进一步的伤害 真的不小 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草粉洗红发系列能给我们的头发 带来怎样的呵护 首先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这套产品当中的一个核心技术和成分 就是爱多美生物毛丹 听说过吗? 嗯,没有 这是一种,这是我们这套系列当中的核心成分 精心甄选了九种植物提取物 有里长提取物 日本川胸 白仙根 还有朝鲜当归根 还有何手屋根 还有金黄羊柑橘提取物 日本张牙菜 还有桑腹皮提取物 天门东根提取物 啊,好多提取物 哇,好多的天然成分啊 我听你一口气都说不完 这九种植物呢 有一些呢 以前听说过也比较熟悉 像当归啊 川胸啊 和手屋啊 这些都是古代人们用来做头发保养的 对,没错 这九种植物成分的提取物 构成了这一套草粉植物系列的核心配方 添加在每一个洗发步骤当中 啊,所以非常安心 除此之外呢 我们针对每一步的需求 对头发的保养需求 还有额外的一些成分 接下来我就向大家介绍每一款产品 比如说我们的洗发露 洗发露中 首先是帮助我们清洁头皮的植物有 天门东根 还有朝鲜当归根 还有里长提取物 厄里果提取物 酷拉索 无惠叶 这些是帮助我们清洁的 同时又选用了 核手乌根 还有白鲜根 日本张牙菜 这样的提取物来呵护受损的发质 起到改善发质的一个效果 嗯,清洁头皮和头发实在是太重要了 跟我们的护肤是一样的 清洁呢 是所有保养的第一步 做好清洁 不留残留 减少头皮的负担 非常的重要 对,说的针对啊 清洁 清洁露的这个作用 就像我们皮肤护理当中的洁面 需要清洁中打开我们的毛铃片 然后把这个毛铃片夹在当中的一些污垢啊 空气 因为空气气量太差了 也会给我们的头皮带来压力 所以还有我们平时自然会产生的一些皮脂油脂 还有为了造型喷的发胶发辣等等 这些都会给我们头皮带来伏带 一定要清洁彻底 另外发质的改善也是不能忽视的哦 对对对 实在是太对了 所以护发素呢 已经不能少 要闭合我们的毛铃片 让头发变得更加的顺滑 你看 就是护发小达人 护发素 必不可少 这就是我们的护发素 护发素呢 必不可少 护发素的产品呢 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它就是帮助我们去闭合毛铃片的 那么把一些未闭合AO清洁 张开的毛铃片和未闭合的毛铃片 闭合 充分的滋养我们的发质 改善发质 所以我们选用桑树皮提取物 白线根提取物 还有核手污根 这样的成分来去改善它的发质 让发质呢 变得柔软 不毛躁 同时呢 又甄选了葡萄籽提取物 和库拉索卤绘叶 还有霍霍八子 好多成分对不对 对 来改善 因为烫染 还有这个造成了我们的发质受损 重新让我们的头发充满弹性 有光泽 呵护到位呢 接下来是不是就该密集修护登场了 是不是要使用发膜了 对 看来珊珊啊 平时就特别关注自己保护自己的头发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要说一下发膜 对 这就是我们的发膜 很多人都觉得护发素和发膜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 今天我来跟大家普及一下 护发素和发膜的区别是什么 好呀好呀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用一个就好了 那我来讲讲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护发素呢 是清洁完头皮之后 帮助我们闭合毛铃片的 就刚才讲的 没有闭合的 让它闭合 然后它的作用在于头发的表面 使头发顺滑 有光泽 但是 如果头发受损很严重的话 它已经伤及内心了 那么它的烫染啊 还有高温啊 刚才我注意到 你在保养头发的时候 吹起半肝 没有让这个吹风机能 过度的伤害到我们的头发 像这种高温啊 还有烫染 都会让我们的头发 变得更加的毛躁 发质变得很硬 所以表面说的话 就已经解决不了 泪在的闷子了 这就需要发膜来周期护理了 对 嗯 发膜具有非常强的渗透力 可以渗透我们的毛发的深层 填充 因为受损形成的空洞 所以你会感觉到有沉甸甸的感觉 对 那么发膜的使用周期 也要根据头发受损的程度不同 如果你烫染 你可能要经常使用 如果你是一般的 一个星期一次就可以了 那记住发膜的保养呢 它是一个保养的过程 不可能是一根见义的 所以要长期的 呵护我们的头发 对 是 正常的头发呢 就一周一次就可以了 像我这样有过烫染的呢 我就需要一周一到两次 嗯 才可以 好好的给头发补充一些养分 对 咱们的草本发膜 有什么植物成分呢 我又来了 又开始入暑加针了 埃泡美甄选 胡桃子提取物 库拉索 卢蕙叶 还有霍霍八子提取物 等植物成分 来去改善你的发质 嗯 让我们的发质更柔软 再选用桑树皮 白鲜根提取物 合手乌根 提取物的成分 来去帮助我们 抵御外界的环境 污染 呵护我们的绣发 让绣发更加的强韧 嗯 再加上 埃泡美独有的 生毛单 配方 能够滋养我们的发丝 改善 干枯 和受损 发质 哇 又是这么多的植物成分 我虽然都一一记不下来 但是 我听了以后 就是超级超级有安全感 感觉这个发膜的使用方法 是不是跟护发素 是一样的 嗯 其实 使用方法 方式来讲呢 是基本一致的 都是在清洁完以后 滤掉大量的水分 涂抹在发中间和发烧 对 如果在发烧处呢 多加按摩 吸收 会让我们的发质变得更好 那不同的是 发膜需要停留的时间 比护发素要长 所以长时间的 如果你时间够的话 可以包在 我们的浴帽内 嗯 就是多停留一段时间 滋养它 让它深入更多 对不对 嗯 那如果 你可以带去到 美发沙溶的话 加热护理的话 效果非常好 嗯 那么接下来 就让珊珊 赶紧体验一下吧 好呀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好的 那我们一起去体验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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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欢迎杉杉回来 感受完全新的爱德美草稳洗护发系列 说说你的感受吧 好呀 现在我有一种忍不住想要去抚摸头发的感觉 就首先说说它给我带来的一个嗅觉的感受吧 好的 它有着传统植物的味道 所以说它有一种骨精结合的香味 很安心很安心 然后洗发露呢 它的泡沫非常的细腻 然后清洁的时候呢 也非常的便捷 然后使用完雾发素和泡沫以后啊 感觉头发的质感特别的顺滑 我看都看得出来非常的顺滑 从洗完以后就一直不停地再去抚摸你的头发 对对对对 尤其是用完泡沫之后 我就觉得这种头发就有点沉甸甸的 然后我在转动的时候 甩动头发的时候 然后这种渐淡的香味 对植物的芬芳所环绕了 我在你旁边我都闻到了 而且非常的舒心 对对对 是不是刚才已经体验了一次植物芬芳 给头发带来的一个头不思霸的感受 那接下来我就向你推荐另外一款产品 就是爱多美草本沐浴乳 好 甄选十种草本精华成分 有鱼心草 几蟹草 菊蜜草 蜜蜜香 茴香叶 白黄 春黄菊 还有人参根 少药根 日本穿胸 还有朝鲜当归 又是一口气都说不完的植物提取物 所以我们真的认真的在做护肤 滋养肌肤改善干燥的皮肤 让我们的皮肤也变得更加的光滑和柔润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把它拿回家试用了 对 全身上下都有种草本的感觉 好的 那这一套草本系列预计会在11月跟大家见面 会员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敬请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